大家好,我是JR,今天给大家做一个某某BAR电子烟的拆解和更换邮杯的视频 关于某某吧,我们不多做介绍,也就那么回事,一年卖了几十个亿吧 我们今天要做拆解,咱动手能力不行,工具来凑 这是一个自制工具,比较犀利 大家能看到它的大概尺寸,类似一把钢指尺 这个不用介绍,你一定用过,要不你孩子用过 15厘米,不够长,够用就好,手动点烟气 链子 剪钳 尖嘴钳 这些东西其实大家都有,不外乎剪刀钳子 因为要显示我的逼格,弄点颜值高的 我们先来弄这个 看好了,左摆摆右摆摆 再来,掉了 这是吸嘴,看里面有个垫棉 专业名称西游棉 这个是新的,用旧了辉煌,我们记得到时给它换下来 这里面看起来很简单 先不着急取出里面的东西,我们先给菊花拿下 这边上有个缝,切着这个边进去 轻轻对几下 换个姿势换个面 对它 看,菊花掉了 菊花跟电池,油仓是连接在一起的 我再装回去,用钢池给大家示范一下 需要十点粒,但是原理一样 还是左叉叉右叉叉 出来了 我们保持这样的状态,不要动菊花里面的东西 这个棉是支撑外壳用的,我们先给它撕掉 电池跟油仓是CP,用胶带捆绑 这里有个PCB,我们要换的东西就要接在这两根线上 好,先放一边 接下来看看刚才那个无名物体,到底装了啥 英文看不懂,这个天窗能看到是个油肥 到处来看看 有两个小棉垫子,一个油杯 还有两个小塑胶管 这是油仓,我们今天就要换这个 很干净 我们跟原厂的油杯比一下大小 模型一致 新的油杯,没有这个PCB,我们接下来看看怎么装 先比划一下,简单,就是接两根线出去 开干,给这两根线从油仓根部摘下 外面还有胶带 拆散它们 旧的可以丢掉了 现在只剩下电池跟菊花了,保持菊花内部不要动 开始接线 今天演示的是手工接线,其实,焊接连线更为专业 只是手工接线来得更快,照顾没有落铁的朋友 3-5毫米 然后搓一下 另一根一样 搓一下 然后那两个小套管给它套进去 因为拍视频,距离太远了有点不好穿,其实很容易 好了,下面我们要接线了 你没看错,就是用手 像麻花一样拧上去 其实钳子都可以不用,给两个线头拧紧 两根线同样操作 只有两个接头 怎么接都没错 好了 然后把那个小套管捋回来 到街头的位置 可以了 可以了 这个样子的 我们再给它加固一下 迅速的烧一下 对了 这个套管学名叫热收缩管 预热即收缩 好了 接线已经完成 该正向工程了 组装 记得它们两个是CP 被捆绑 刚开始有个黑色的垫棉撕掉了 其实是防止油被跟外壳间隙过的 防止一想用的 包装里有一个新的 我们给它贴上去 OK OK 连接完毕 请注意 现在电路已通 请务必给油杯注上油后 才能继续测试 怎么没有油 尴尬 哦 因为没使力 好了 我们这里等待几分钟 放心 没有广告 油注好了 请注意 这个油杯标称注油8毫升 整理好菊花 防止漏油风险 套上外壳 吸嘴装回去 记得把吸嘴棉一起换了 看清方向 盖上 上下握紧 对对菊花 对对菊花复位 完事了 累半天了 得抽一口 耐斯 打费 按照 出 señ 在 Jack 轻 pas 轻 带 최 利